特部国际公布2020年全年业绩 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丁水波说 2020年在新冠疫情和国际地缘政治紧张格局下 公司迅速应对 特部主品牌已经在去年下半年有显著复苏 公司对2021年的中国业务充满信心 预计今年特部主品牌业绩会保持增长 新品牌方面 由于美国和欧洲疫情持续严重 预计海外业务复苏还需一些时间 期内 公司收入约为81.72亿元 按年微跌约0.1% 毛利率为39.1% 按年同比下跌4.3% 股东应占益力为5.13亿元 按年同比下降29.5% 董事会拟派末期股息 每股7.5港线 连同已派发的中期股息 每股6.5港线 全年派息率约为60.0% 于2019年相弱 新冠疫情之下 电子商务已成为接触顾客的重要零售渠道 公司电子商务业务增长加快 在2020年约占集团收入的四分之一 冰水波说 公司线上业务比例会继续上升 未来预计可能会达到30%或更多 并且电商渠道的毛利率 今年也会逐步上升 除了主品牌特部外 公司还有四大强力新引擎 包括专业运动品牌 索康尼 卖了和时尚运动品牌 盖世威 帕拉丁 至于今年主品牌 和新品牌的开店计划 冰水波说 今年特部主品牌 会开新店 量不会太大 在200至300家左右 但是店效会提升 帕拉丁会开 30至50家店铺 索康尼大概也在30家 盖世威的开店数量 明年才会清楚